好,各位老师好,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 当你把YouTube的影片 迁入你部落格或者网站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它出现那些其他的推荐连结 应该怎么办 那现在我们有两个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迁入YouTube影片的这个部分 好,第一个部分就是刚刚讲的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这些推荐拿开 好,我们把它往下拉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有个叫Share 你点击之后呢 这是直接copy给你朋友 他看见的画面就会是这个网站 他这个网站 但是你现在不是 你现在是要把它inback到你的部落格或网站 这他有给你一个inback的code 点击之后呢 他会出现这个 一般人呢 就是直接copy就跑了 但是这里下面有一个叫 Show suggested videos When the video finished 那你把这个勾打掉之后呢 他就不会 我再点一下这个勾 你会看到哦 他有另外一个东西 然后像我把它点掉之后 它出现的是不一样的哦 它没有继续的连结啊 你可以 如果有兴趣的老师 你可以去比照一下 它这个iframe那个htmlcode 它这个code的那个差别啊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点掉之后 你这个贴上你的部落格之后呢 就不会有那些影片出现 好,那另外我们再讲呢 你的部落格的版面 好,你的部落格的版面呢 那宽度不一样 有的人迁入之后呢 他版面太宽了 所以你大概要知道 你的版面大小 最简单的办法 就老师你平常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现在迁到你的部落格之后 你发现这个YouTube的影片 会把它挤得很开 挤得太开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把它减少一点啊 比如说我的部落格的话 420呢,OK 但是我可以把它减到什么呢 400 好,它自己就帮你计算出来 你计算的同时 它上面已经更改 到这边你再做一个copy的动作 把它贴到你的华文网部落格 或者其他部落格就可以了 好,这个是一个小小的tip 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不要它后面出现 连结的影片出现 就是说推荐的影片出现 第二个是修正你的影片的大小宽度 去fit你的整个部落格或者是网站 好,那现在呢 我们要再讲到第三点 第三点呢 我们再讲说 我希望我的学生呢 可以直接连结到影片 不要连结到这个网站 因为连结到这个网站 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困扰 这个旁边 这么多东西 这么多东西啊 怎么办 那个学生看到之后会去乱点 万一它不是你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怎么去截取这个全萤幕 变成这个flash影片 我们就copy这个东西 copy了之后呢 我建议你把它贴到这个notepad里面去 好,我们现在要的一个网址在哪里呢 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这里 copy之后呢 我们把它贴回刚刚的网站 我再开个新的浏览器好了 比较清楚 贴上去之后呢 我就按那个enter 你就会发现说 我整个影片出现的就像一个flash的影片 出现在这个画面 那我影片缩小的时候 它也是缩小 也就是说 学生直接进入的是你的影片 他不会跑到YouTube那边去 他除非他再去点击这个YouTube 他才会回到这个部分来 好的 那这就为您介绍这三个部分 希望您喜欢 拜拜